这东西方最强妖魔的一战惊天动地 牛魔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 而人类的命运也终将由人类自己来决定 就在刚刚路西法强行吞噬的同伴 仅是一击便将齐天大圣打入坑中 让其再无反应 当路西法的战刃对准了大圣的心脏之时 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句 华夏人的命运你护不了 竟使齐天大圣带着地狱的怒火再度归来 只见大圣头上的那枚堕落印记忽明忽安 似乎已经快到达了极限 而堕落天使路西法在短暂的惊讶过后 嘴角轻轻上扬 他知道只要印记还在 大圣他就赢不了 而此时齐天大圣拎起了金箍棒 地狱之火蔓延了整个棒身 这竞技场的温度也随之升高 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睁开双眼 两道可怕的光束直射路西法 可这一次堕落天使并没有选择直接对抗 反而避开 原来当这光束一出现 他的直觉告诉他不可触碰 果不起然 这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 不受实力强弱前之 他乃是本源之力 当路西法才站稳之时 大圣的棒子依然感到 随着一声呼啸声 金箍棒凶悍的砸在了路西法的肩上 可没想到这路西法竟纹丝未动 这一结果令众人包括大圣在内 无比的好奇 这一不做二不休 大圣他带着地狱之火的力量 又疯砸了几十棍才看出端倪 原来路西法每次受到攻击 他身上的绿色纹路就会光芒大圣 看来所有的攻击全都被其抵消了 而就在这时路西法顺时出手 他六翼翅膀一挥 直接闪到大圣的身后 举起战刃 仅是一击便将其击退 可这还没完 下一秒 战刃的一端竟渗出了墨绿色的粘液 这里面似乎蕴含着强大的腐蚀之力 即便是金刚不坏之体也无法抵挡 而他对准的正是大圣的火心 只在瞬间便刺了过去 被击退过程中的齐天大圣 已然是必无可避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高大的身影 挡在了大圣的身前 而那战刃也随之刺穿了黑影 腹部的右侧 此人正是老大哥牛魔王 此时他面朝大圣 脸上竟不戴一丝的痛苦 他只是默默的说道 猴子 五百年前如来突然发难 老哥我没能护住你 今天只要老哥还在 谁也便想伤你分毫 此话一出 这天不怕地不怕的齐天大圣 两行热泪竟流了下来 而鲁西法见有人挡到无比生气 他右手一甩 直接将牛魔王甩出了场外 还顺口说了句杂鱼 但当他再回头之时 却悲剧了 齐天大圣 怒气只冲九天 竟然将印记完全冲散 他淡淡说道 既然你喜欢玩 那俺老孙满足你 说完他揪下一撮毫毛 扔向空中 只在一瞬间 无数的齐天大圣 出现在了空中 那场面可谓遮天蔽月 而下一秒 所有的猴子都举着金箍棒 砸向鲁西法 这个可怜的堕落天使 机关算金 可在这最后的时刻 还是被砸成了一滩泥 而大圣本尊 从始至终都未动过 只是冷眼的看着 鲁西法的失败 算是推倒了西方众神 心中最后的稻草 可谓颜面扫地 而宙斯和奥丁 更是毫无羞耻之心 竟同时向女娲吼道 你东方妖神再厉害 可这毕竟是人类的命运之战 你华夏可还有人敢站出来 面对如此无耻之言 女娲只是微微笑道 谁和你说我华夏无人敢出战 这话音刚落 竞技场的大门突然哄他 一个男人手持一把骨剑走了出来 他的身后一个未知的虚影 若隐若现 在场上威严无比的声音顿时响起 敖丁 你敢与姑一战否 你还有一点大事吗 CPA